試車主本次為大家介紹的Vitara 在2016年發表後 一直是Suzuki相當熱銷的產品 2017年就賣了3548輛 也是進口小型SUV的銷售冠軍 而為什麼Vitara可以如此熱賣 我們可以從車體空間 動力 油耗 宇悅也四個在購車時多數人比較關注的特點進行分析 Vitara車系有三種等級 本次試駕的是頂級四驅SO Grid版 售價是89.8萬元 首先可以看到Vitara外型方正 車尾與現在SUV常見的下拉式設計不一樣 好處是後座空間不會受到外型限制 讓乘客不會有壓迫感 而身高170公分 提醒數胖的試車組也實際坐入後座 發現頭頂還保有一個拳頭的空間 腿部空間還與前座保有兩個拳頭的距離 這也是軸距為2.5米所具備的特點 前後座都可保有充足的乘坐空間 而另一個好處是後檔玻璃較大 使得駕駛的後方式也寬闊不少 而Vitara車廠只有4.2米 與Yaris這個極具的先輩車差不多 我們知道Yaris已經很實用 相較之下 Vitara有著更充裕的空間 尤其是行李箱372公升的容量 可以擺下好幾個燈機箱 若碰上需擺放長型物品的前行 覺得這樣還不夠用 可以把第二排座椅以64分離的方式傾倒 如果把座椅全部打倒 大型物品像是腳踏車等 可輕鬆放入 並有平整的底板 讓東西擺放更為平穩 Vitara車型間的差異僅在動力 四驅系統及配備細節上 像是Keyless 多功能方向盤 自動起變LED頭燈 與具備粉塵過濾器的恆溫空調 這些都是全車系標配的項目 至於最近收到消費者關注的安全配備 在Vitara上也並未缺席 包括7具SRS輔助器囊 以及在施滑路面能保持車輛穩定的 ESP電子穩定系統 提供了博具水準的乘客防護措施 引擎主機則是走實用路線 雖然沒有Apple CarPlay智慧型功能支援 駕駛還是能夠以USB 與藍牙方式與主機連線 除了可以播放音樂 藍牙還具備免值聽筒的功能 使用性並不因此降低 試車組現在正前往預約場地 剛剛行駛在台北市繁忙的交通中 可體驗到Vitara作為都會型SUV 所帶來的輕快駕馭感受 此部Vitara頂級版搭載1.4升渦輪引擎 採用了近期Suzuki主打的BoosterJet技術 利用小排量引擎搭配渦輪與缸內直噴 達到與1.8升NA相同的動力 卻有著更優異的油耗 140匹最大馬力雖然一般 此具引擎的最大特色 可是22.4公斤米的最大能力 可在1500轉時全速輸出 換個說法就是只要一踩油門 動力隨傳隨到 而負責把這具引擎的動力傳遞至輪胎的 是六速首次排便書箱 原廠還配備了換檔撥片 不僅在山路可以固定檔位 讓動力保持在甜蜜帶 想要超車時 也只要手動降檔 或者是大腳油門 引擎動力馬上湧現 這時才發現超車原來實踐這麼簡單的事 試車組先前也對這部車做過加速測試 0到100公里實測只要8.3秒 與2.0NA Mazda3的水準相當 我們知道在四區行駛 除了得留意擁擠的車潮 小巷的穿梭與會車 對於體型普遍較大的SUV 也是一個考驗 這時小芝麻的VITARA就展現優勢了 搭配輕手的方向盤 與靈橋的車身動態 不管是會車 或者是道路兩側隨意停擺的摩托車 比較容易掌握車體位置的VITARA 都可以輕鬆通過 一般人買車時除了關心車價外 油耗夠不夠低 能不能替車主節省油錢 也是個重點 VITARA這部車在油耗表現上 官方數據一公升能跑15公里 而我們實際上論壇與討論區搜尋的結果 發現VITARA這組實際的油耗 市區行駛 一公升多在17公里左右 高速公路則能達到20公里以上 可見Booster GI技術不僅讓動力充沛 還相當省油呢 VITARA早期依靠著越野能力 給人強悍的硬派形象 演變到現在雖然風格改成都會取向 可新來的越野表現 依然是VITARA與其他車款的最大不同 VITARA頂級款所使用的四驅系統 原廠取名為All Grip智慧型四驅 在一般情形下系統會自動對應當下的路況 駕駛還可以使用旋鈕切換運動、學弟與鎖定模式 搭配陡坡緩升緩降系統 讓駕駛在26路面行駛時能保持穩定 而高底盤的設計也讓這部車有著較強的懸吊形成 碰到看死無法通過的坑洞也無需閃躲 放慢速度穩定的向前通過障礙 對於VITARA來說並不困難 在All Grip系統與高底盤的搭配下 VITARA的預演能力並不只是說說而已 而是真的能實際下場遊玩的 回顧以上四大特點 VITARA方正的SUV外型有著優移的空間表現 BoosterJet技術加持的1.4升渦路引擎 則是兼顧充沛動力與低油耗的優勢 All Grip四驅系統搭配高底盤 使得駕駛能輕鬆征服惡劣露面 再加上豐富的配備與競爭力足夠的價格 成為了VITARA如此熱銷的原因 事實上就連試車主本身也相當喜歡VITARA這部車 尤其是2016年開始它去過武林露營 與長達300公里的長途駕駛後 對於這部車的信任感可是越來越高 因此我們推薦VITARA這部車 給喜愛戶外生活的都會買家 期待VITARA成為各位的都會玩野獎